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太快了 合作两个月就分手 浩文痛失最强盘四阿绿 2023年10月25日 在百万猴粉的期待当中 浩文迎来了职业生涯最强盘四阿绿 并且阿绿本身也是个混迹武神谈多年的指挥 对于他和浩文搭档的绿猴组合 猴粉和吃瓜群众们都充满了期待 认为有机会冲刺服战八强 11月份的服战当中 阿绿的浩无法登场 携带一千万战神的剑湖最终五战二胜出局 12月份 阿绿的浩迎来了在剑湖的首秀 绿猴组合率领史上最强硬件的剑湖出征 最终的结果依然是两胜出局 尽管在全明星入围赛当中 剑湖取得三胜排在了第十名 差点就进入到了线下八强当中 但是在实际的PK当中 猴粉们都明显感觉到 浩文和阿绿的指挥思路完全不同 双方经常是边争吵边打PK 配合起来非常吃力 群英雄逐鹿年度赛结束之后 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阿绿浩拍下了前往群星璀璨的烟花 他已经确定离开剑湖服战队 阿绿在加盟剑湖服战队之后 从浩文手中买下了一个 140级的三速度耳式 对于这个耳式 阿绿表示如果团队有需要 他可以原价卖给浩文 对于队友阿绿的离开 浩文在直播中简单回应了二句 他表示人格有志 好聚好赛 游戏中的离别很多 这都是很正常的 轰轰烈烈的绿猴组合 一共合作了两个月就分手了 好在浩文最近主打 大唐咒诗的国标阵容 他有足够的时间招募 心盘司的加盟 铁打的浩文 流水的老板 期待绍兴剑湖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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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